91110年 自由塔点灯悼念罹难者 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本土恐怖攻击 911事件已见满十周年 由于有三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 两年再度采取暴富攻击 纽约和华府两地近日都加倍提高警戒 在街道和地铁加强巡逻 搜寻恐怖攻击的蛛丝马迹 美国总统欧巴马昨天在例行演说中 也先行悼念死难的美国同胞和救难英雄 欧巴马今晚也将与前总统布希 纽约市长彭博 在世贸双塔遗址 主持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 这处遗址经历近十年讨论 才敲定最后重建计划 在遗址新建的911纪念博物馆将在今天开幕 周边则改建为只有公园绿地 水池及瀑布的纪念广场 水池四周刻有3000多名罹难者姓名 在其他因双塔倒塌而拆除的大楼遗址 则将新建6栋摩天大楼 其中地标是楼高104层的自由塔 将点亮象征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灯光 悼念命上恐怖攻击的死难者 动新闻综合报道